好,我們這組要講的詩人的詩號 那首先我們今天分三個組,兩個組裝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介紹有關詩人的詩篇 第二個是相關詩選 而詩選方面我們選兩首 一首是他的前期的詩是 我們選規院詩王家少鳳 那我們後期是選編賽詩的 題童冠樓 然後關於詩篇介紹就是 就是剛唸大唸的那樣 就是他生理於七百零之年 然後他信仰朝的人 就大概是跟課本講的一樣 然後關於他關乎的方面 他當過福郭縣位 然後你當過監察玉石跟思虛有外郎 總之這三個就是不重要 最重要是你們記得最後一個就是結論 就是佩慶大唸的年齡 總之就是他雖然很早 他就中了禁士 他差不多十九到二十一歲年間 他就中禁士了 但是在他當官這段期間呢 他完全都沒有就是想要把他自己抱 所以他後面可能是會轉為變賽心 可能就是因為他不可能吃 他關於詩篇介紹呢 他少年是屬於歸禽 流於福豔 那關於這部分 為什麼會流於福豔 可能就是因為 因為他流產的四十二首詩中 最有十五首詩是關於婦人的 所以這可能就是為什麼大家會說 他少年其實是流於福豔的關係 他後期可能就是因為他不得吃 所以就有點編載風有點好棒的 因為他覺得無不得吃啊 然後關於後人評價的方面 舊堂書文筆章有 把他當王蒼玲跟高士還有孟浩蘭佩儀 然後這個這一句呢 可以請大家幫我唸 課本一百三十八頁的最後一行 對 就是那時候 李白要去黃赫樓時 吹號已經比他先兆了 所以他看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吹號很厲害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言語的蒼浪詩話 他說唐人欽律 當以吹號的黃赫樓為低 這個課本上也有 就是總之他的名價還蠻高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請欣元幫我們介紹第一首詩 介紹的這首詩是 這一套早期的作品王家少父 然後他是一首龜殿石 主要就是在講王家少父 就是他新嫁入王家 然後發生的事情 再講 幫我唸一遍 十十五下王昌 十五下王昌 隱隱入化堂 自今年最少 父已去為了 五愛前西律 割臉子夜長 先來豆白草 度日不成狀 就這首詩是講他十五歲的時候 就嫁給王昌 然後他的新婚生服 豆白草是那個古代的一種 就是採花草的遊戲 然後他就寫了他非常閒事的生活 這首詩啊 在唐國師父裡面有提到 就是當時有一個很厲害的書法家 叫雲毅 然後聽說翠濤很厲害 就要去邀他相見 然後接待他 然後翠濤去見他的時候 就把這首王昌少婦給他看 然後李毅看到的時候 就馬上呵斥他 然後就覺得這首詩 就沒什麼內容 然後都在講那種婦人的事情 所以就扶秀而去 就顧慮他了 然後但是有人認為 這首詩雖然是在講 那個婦人的格調不高 但是他並沒有流於午夜 然後接下來我要講的是 翠濤後期的編賽詩 然後我選的是 就是提同關了 然後因為我選到的是 因為我覺得很整齊 很整齊 就是我很喜歡這種 然後大家可以幫我唸一遍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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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雖然他說 他的樣子是行者通龍 可是起來卻從容不厚 用同根上字 就是安排的盡然有趣 然後下一句就是 三、四、雄、三、五、關、二、九、六 這兩句寫的是他看到的風景 就是寫同關形式的賢耀跟三合的狀態 然後他用二這個字 就是連接有一種 一浮房官換不目的 寫出同關的賢耀知識 然後其中的三浮 原本是西漢時期的三個館子 在這裡指的是 唐代金城的關中地區 而九州就是 古代中國本來設置了九州 但然後這裡是指 關中移動的廣大地區 然後這兩句圖顯出 同關關門的賢耀 然後下兩句是 川崇峽路去河讓環陰流 然後下兩句是 就是風景的連結 上句寫的是同關的寫調 然後再來寫就是寫河川 然後這邊河用叫寫出了 生動的寫出了黃河 那種崎嶇啊它的走勢 新生都放過幾世 然後最後兩句 向晚登領處封煙萬筆愁 寫的就是 因為前面他寫的底 然後最後兩句寫的就是 詩人的詩人的感觸 他看到這個風景 看最後一個就是愁嘛 就是因為他晚年就是比較不得知 然後這裡看到的風景就 興起了一股相思 然後除了相思之外 作者也搖露出了海谷相經之意 因為大家都說 燈高望遠就會有一種蒼爛的感覺 然後除了相哺海經 當然還有 因為他一直不被重用 當然還有對朝廷政者不敗 然後銀漢就是對古詩的應用 所以這個仇字寫的就是 有很多的意涵 然後問我為什麼會選這種詩 就是因為他真的寫得很公正 我很喜歡這種詩 然後這老師就是寫起來雖然很輕鬆 可是就是裡面 有很多複雜的情緒在 我覺得很棒 謝謝大家 好 我們現在來有掌聲吧 請問最後流傳下來的詩意總共有幾首 這個問題是王家少婦幾歲加入王家 對 我今天介紹的主題人物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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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味道 對 好 對 好 來 我們現在 現在大家 給他們一個掌聲 這是同事們上台的報告這樣子 我們發現三位同事們 同學各有特質 柔安呢 笑容可居 那欣緣和詩緣兩緣呢 優雅 中容 他們做了一個很好的PPT的一個示範 那麼在這邊呢 老師又提出了小小的一些的建議和觀察 跟大家分享 來請大家看到這個 這首詩其實選得很棒 但是呢 唯一一個小學是 他用了一個很特殊的字體 然後我們就看不太懂 大同學 看不太懂 念不出來 你們竟然坐師不禮 認著他們在這邊荒蕪 實在是好可憐啊 那現在 我相信 在他們講解之後 大家都知道了 我們是不是把這首詩 把它再念一遍 來 來預備 請 看來還有人不知道啊 好 這什麼字 寂 雪季天晴朗 人們學季天晴朗 朗梅出廚香 寂 好 下雨出情或下水出情當作寂 來我們再念一遍 題 紅官樓 預備 請 向晚灯灵什么 处 处处的处 接着呢 风天 万里愁 其实刚才同学们在报告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字和这个字 所以大家都不会念 所以当你有一个这么特殊的字体的时候 既然要脉动的是行书体 就可以怎么样 同学来来来 大家再注意一下 你不能够做事不理啊 一直到后面 但是同时想大家念不出来 也代表后面他们在说起的时候 你没有仔细的看 为什么 因为后面他就很清楚了 科型风雨季 先马上轻柔 对不对 慢慢告诉你的时间 告诉你地点 后面其实也有很清楚的字体了 山是雄三虎 关门二九州 这个关指的是同关 同关的门口 同关的掌门之处 这样子 而不是close门这样子 所以你会发现用一个雄字 用一个二字 你就知道他历史的一个闲要 接着山丛闪路去河绕滑阴流 一个丛一个什么绕 一丛一绕 把从上往下 从同关往下看的警官 能静收眼底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把我可能做得很好 周想 讲解得很清晰 最后两句大家一起念 上碗灯凌处 风烟万里愁 看到上碗你想到什么诗 上碗亦不是 再来 这是已经黄昏 对不对 谁的诗 那关注了谁 王之换的诗 王之换来往上里 王之换 王之换的诗 那现在又同样出现上碗 跟傍晚的时候 给人家感觉却大不相同 上碗灯凌处 风烟万里愁 我的愁是愁小情小爱吗 是愁无依无实吗 不我愁的是上碗 风烟 站着 所以呢 同学在报告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说 崔浩达 放开什么类的诗 编赛派的诗人 编赛派的诗人 大家可以看到他在年少的时候的 荒唐 十五 驾王昌 那这样几首诗的时候 其实我们发现 他怎么样 这首诗 他讲情爱 但是他并不色情 他有点轻调 但是他并不明晦 所以呢 他还是入诗的 可是以现代人来讲 可能觉得不怎么样 但是以古人来说的话 那个尺碼 已经是什么旗的了 已经是限制旗的了 像别看到诗人 他的生命是有转变的 从年少亲王 到了年老了之后呢 有这等的风貌 毕竟崔浩的确 不像我们也说的 他真的是 酒色才气 四大不空 对不对 爱喝酒 爱美色 然后呢 喜欢钱财 但是君子爱财要怎么样 你却有道 然后气 对他只要义不高兴 对妻子不满意的话呢 反正的老婆 富德 富爷 富荣 富公 不合格的话 他就怎么了 就换妻 所以他换了四五个妻子 谢谢啊 你们会喜欢这种男生吗 对 怎么可以如此不专一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要谢谢这一组 跟我们分享的 但是同时 有一首诗很重要 好 除了我们看到 他写那种年少时候 看起来有点起立相片的诗 我们也看到了 他编赛诗的 那种雄魂气势之外呢 有一首诗大家一定要学 来大家先念一遍好了 为什么要学 因为你们的博文老师是 诗大博文系毕业的 这是诗大博文系的戏歌 所以呢 白氏呢 诗大博文系的老师 一定会教我们的子弟兵 一定要学这首歌 他很好玩 他说 军家和书住 妾住在恒堂 停船站借问 或恐是同乡 每一个女孩子 他看到一个大帅公 对不对 他说 诶 你家住在哪里啊 然后呢 我家就住在恒堂那 对不对 我停下船来 就问一下 这样子 搞不好我们是 小同乡 老同乡 诶 我们常常说 男追女 隔层 墙 女追男呢 隔层沙 对不对 诶 这个女孩子主动来搭讪了 哇 果然是热情如火 很芬芳 很像堂窗的女子的味道 对不对 就没想到 这个肉食女碰到什么 草食男 对不对 一个呢 活泼 可爱 潇洒 豪旺 老婆是属于射手座的女生 竟然碰到了一个 什么座的男生 好 会这么ㄍㄧ的男生 他就说 我家 住在酒降睡 所以天同酒降来来去去 对不对 我们虽然可去投降 但是抱歉 我不敢认识你 竟然是这样子 把人家打回一票 你看这是什么座的 天秤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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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哈哈哈 玩到什么座啊 这时候反正女生 就被泼了一大桶的冷水 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 诶 这个女生和男生 去天的飞话 不自得有趣 本来老师要教大家唱 然后用简谱教大家 这时候 来 现在看到了 七套唱歌 一起来来 君家和褚褚 君家和褚褚 切竹在横堂 切竹在横堂 提灵丹 展间温冷火空 是同乡 提灵丹 展间温冷火空 是同乡 在横堂 家里酒降水 家里酒降水 乃曲酒降测 乃曲酒降测 同是常干人 同是常干人 生肖不相识 生肖不相识 哇太厉害了 一次就搞定 好 我们现在来试试看 右边两排的同学 麻烦你们唱 女生 左边两排的同学 你来唱 男生 可以吗 然后唱完了之后 我们就大家一起搭合璧 一起把它再转一遍 然后这首歌就学会了 试试看 先来先来 考验大家的音乐素养 军家和书 预备 请 军家和书书 协助在横堂 一转 展间温 火空是同乡 男生回忆 家里酒讲水 外去酒讲测 托梦心 常干人 生肖不相识 来 书 一起来 军家和书书 协助在横堂 一转 展间温 火空是同乡 家里酒讲水 带去酒讲测 同书 常干人 生肖不相识 好不好听 这天的同学 掌声鼓励 一上次就学会了 这是天才儿童 这样子 好 以后 注册商标 这就是我们师大国际的 通关密码 知道吗 竟然选择 缺好一个 这么轻松 这么有一点点厌情 充满想象的一首诗 好 那我们要充满想象的这首诗 那么 接下来老师会把大家带进 我们的黄鹤楼课本这首诗 大家不写了吗 还没 来 那我们把课本翻开来 好 徐然已成黄鹤去 此地空于黄鹤楼 准备了哦 大家一起念一遍 来 礼拜 请 徐然已成黄鹤去 此地空于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正在空悠悠 青春粒粒汉阳树 芳草西七一五周 日暮相关何处逝 天国加上十人丑 好 现在要问大家 现在呢 请偶修牌 终于晴空哦 迎接嘉宾 技术牌同学转过去 接嘉宾 早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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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一个问题老师要问 从刚才我们所看到 《心焉眼前的黄鹤去此地空于黄鹤楼》 这两句 你觉得这两句主要表现出什么样的情感 诗人的情怀如何 第二个 这两句 这就是跨到第四句 一到四句 你觉得一到四句当中的 key word or key sentence key 词 对不对 那个字词 最重要是哪一个词这样的 为什么 那大家一起讨论 待会我们就请各组老师抽签 来分享给大家讨论出来的 分享的见词 好 现在开始开始 一到四句好了 一到四句 好 大家 我让大家一起讨论一到四句 到底呢 作者透露了什么样的情感和情怀 然后呢 在这四句当中 你觉得关键词或关键词到底是哪一个 有哪一个主要 这道费用 谢谢主题 太棒了 我们有掌声 欢迎碧云 碧云 碧云你们见词呢 谢谢 我们这一组觉得 四人的感觉 是 孤单不过觉得的 然后 很 就是一整个就很空的感觉 然后 有一种就是 他站在那个楼上面 然后一阵风吹过来 然后他就感光着那个湖面 那种 就是那种 那种景色会出来 我觉得你好像导演的 好有画面感 对不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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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有 我爱跟街街街街街很像 其他组呢 有没有补充的 有没有 除了一个这么浪漫的 广云仔之外 其他组呢 我们一定要抽签哦 来 加油 哎 太幸运了 刚好是出到重闻 同一组的 怎么样 佳云 佳云 大家可以想不开 欢迎佳云 好 谢谢 下好 优传子 再见 佳云 再次 要推一点 好 谢谢 我覺得應該是一種孤單的感覺 有點驚喜是在別的故事的這種感覺 就是西人一首 以前這裡有個仙人在這邊 但如今他走到這台 這個仙人卻不在 所以有種寂寞不在場 我聽到還有突然修正 蒼涼涼 照帶一點 歲月不在 還有呢 歲月不在 歲月不在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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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會才進出哈 嗚 嗚 嗚 家瑜來 丟球 你想要去哪一組 在我族裡 旁邊掌聲歡迎龍龍組 好 來 對 我們覺得是有點落寞 然後懷舊是反正的 落寞 而且懷舊 好 那我現在呢 謝謝榮明這組 我現在想問第二個問題 你看喔 剛才我們看到了這一些的感覺 包括你的章法學都出來了 精細對比 對不對 情感全部都出來了 完全正確 但是如果老師繼續追問呢 一到四句你覺得那個關鍵詞 你們剛剛有沒有討論 關鍵詞絕對是什麼 哪一組邀請 空 一句都認為是空的請舉手 哇塞 我們大家是空空到人吧 全部都是空 空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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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一切都是空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想像 像《火龍夢》 你看小寶劍到最後 當他感受到故事人為 感受到寂寞湯涼 感受到人生 到最後什麼都不是的時候呢 他披著一些紅色的袈裟 在雪地上 像《火龍夢》 敗筆 然後《火龍夢》 寫著 弱的片 白茫茫大地 真乾淨 如果說他要到最後體會了這場空 是用這樣子的畫面收集的時候 你的感覺怎麼樣 所以同樣的 當我們看到這首詩的時候 我覺得你們太棒了 一下就抓到了這個關鍵詞 傷心之下老師就輕鬆多了 那我現在再問大家 現在丟的第三個問題 請找出這首詩 重疊的字有哪些 各重複出現幾次 趕快找 好 好 三次 好 對不對 好 三次 還有呢 既有兩次 悠悠 疊 發 建議 stacking 아니면 黃河 黃河 三次 這首是叫什麼東西 黃河 龍 所以它呼應的 然後呢 人出現幾次 兩次 去 兩次 空 兩次 你會發現這是什麼 人去 龍 龍 空 好聰明喔 哇你們的那個 器衣不實在是太有效果了 對人去龍龍 就好像記不記得上次老師教大家柳宗原的僵學的時候 老師寫道說 千萬孤獨 揹一遍給我聽 千山 千萬孤獨 同一人周天 走走走走 以後我們不掉還在哪兒去 這就是詩人的祕方 透過了這些詩 然後走進了它的世界 一般來說 我們在絕句和律師用字是非常非常精神的 五絕幾字 七絕 二八 五綠 五八四十 七綠 五十六 字這麼少 鼓不鼓勵重疊 不鼓勵 可是今天春號呢 竟然這麼囂張 這麼勇敢的 竟然重疊了這麼多 而我們不覺得脫逃 或不覺得不好 甚至呢 這個言語還說呢 就是古今的七綠呢 我們所看到的皇后樓 金號的皇后樓師呢 應該是七綠的第一 七綠的第一 給他這麼這麼高的評價耶 所以回過頭來 我們在看的時候就發現 正因為我要帶動這樣子一個感覺的時候 我就刻意地去機靈 讓他不斷地重複 讓你感覺真的人人人不見了 去去去走遠了 空空空 終究是一場空 對不對 好 回過頭來 我們說 襲人已成黃客去 襲人 告訴我 現在是 過去是 未來是 襲人 有想到什麼 花石人嗎 好 又想到黃龍夢了齁 來 告訴我 襲人已成黃客去 什麼時候 對 第一句 他講的是 過去是 所以不管是仙人 或者是 這樣一個道士 曾經在酒樓上面喝酒 為了答謝店家主人 對我的禮遇 老師不收酒錢 所以在牆壁上畫的是什麼 黃客 對不對 這你們在小宇本上都看到 這樣 送給他 那必要的時候 你講的 雅苗 天蕭 黃客就會偏偏起舞 等到你轉夠了 有一天 道士回來了 我對你的感恩也夠了 於是就怎麼了 唉 就騎著這次黃客就走了 哇 這是一個傳說的故事 好不好 阿弟 人家想聽神話故事嗎 所以我現在從神話故事開始講 先以成黃客去 此地空於黃客流 那麼這句話講的是什麼時候 對 講的是現在 而且呢 這個空字 你覺得 它是什麼樣的空 好 時間的 還是空間的 在空間上就剩下黃客流 可是除了空間之外 你覺得 有沒有別的 打對了 連我的心也跟著空下來了 對不對 想要平掉 想要追溯 但是不見了 有種惆悵的 被掏空的感覺 那麼呢 黃客一去不復返 什麼時候的事情 因為如果是以前 你看習一驚喜 那就可以猜到第四句 白雲千載空悠悠 又是怎麼了 又回到現在 又出現了一個空字 那你告訴我 你覺得這個空是什麼東西 時間 空間 還是什麼 時間 千載 對不對 哇 時間已經這麼長了 慢慢的時間 然後呢 就有時間了 真的只有時間了 有沒有空間 有沒有空間 有啊 你看空 有沒有 我也可以說是天空啊 這麼空曠的一片啊 我來想看看那隻飛走的 黃客都看不見了 所以它既有時間的那種 冷藏無限遺憾感 也有一種空間上呢 望之而不見的那種惆悵感 所以你說有沒有空間 我覺得絕對是有的 你不能只看坊間的參考書 認為說時間就存時間 然後這個空字 它有沒有下comment 有沒有下評論 所以它又回饋到哪裡 回饋到它個人內心的心情 它的心情的部分 也覺得好遺憾喔 是不是好看 那是我們所看到的前四句 看到前四句的時候 同時老師要帶大家看 來 習人已成黃客去 習是什麼聲 習 人 已 成 然後呢 黃 賀 去 哦 黃 對不起 黃是平聲 習人已成黃 賀 去 然後呢 為什麼我們要封面anya 去 自 自 利 熔 如 黃 賀 去 誒 翌 幾 隆 嘗 翌 廢 廢 廢 廣 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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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所以它應該是 這聲音 黃 鶴 一 去 不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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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好像也是這聲字對不對 不 你看 不 是不是 它也是這聲字 所以它是 它是入聲字嘛 所以它是這 不 不 雖然我唸成 不 不 反 可是它怎樣是不 貝 我不知道欸 台語是唸貝嗎 貝 貝 貝 我們下次來請阿公阿嬤來教我們怎麼唸 對不對 所以你看一口氣它用了六個遮聲字 它用了六個遮聲字 它用了六個遮聲字之後再下去呢 然後呢 白 雲 白字它可平聲可遮聲對不對 白 貝 搞不好它是平態日子 白 然後呢 雲 天 宰 呼 憂 憂 請注意了 一般來說我們在詩的時候 是不會連三平或連三字的 可是吹號好大的感字 你竟然一口氣怎麼樣 連六字 呀 吹吹號啊 我禮拜安裝 對不對 就像我們看到李白在寫詩的時候 李白也是我今天該平而不平 該字而不做的時候 我可能會進行詩當中的 吹和舊 吹舊的方法 下次再跟大家說 那麼杜甫就不一樣了 杜甫是寫詩當中的模範聲 它一定是一個蘿蔔一個坑 該平它就平 該這 它就這 這樣子齁 這跟人的個性絕對是有關的 可是今天最好 大家在寫這首詩的時候 人家說 你看 不該連三平 不該連三字 它完全都違反規則了 所以有人認為 它是用寫古詩的方法 來寫什麼 來寫進體詩 它是用寫古詩的方法 來寫進體詩的 所以相信 小孩的評測上 就有很大很大的跳脫 不守規則 但是 我今天為什麼要用連續的六字 黃赫一去不負反 你唸起來的時候 很有壓默感 對不對 一去不負反 要追著追著 很多事情 時間的也好 空間也好 就在破觸反當中 被壓縮 又拋遠了 接下來我們再看下面 下面四句 來請大家一起唸 情川粒粒和楊樹 來 預備 請 情川粒粒和楊樹 放草七七櫻蠔中 日暮相關何處是 天國將降十人蟲 哇 終於一轉 我看到是情川 看到是什麼草 芳草 那你看到一個情 一個芳子 你的心情是好還是不好 欸還不錯啦 所以呢 當我看到美好的景色的時候 趙粒粒應該心情 會不錯才對 可是呢 到最後一轉 日暮相關 何處是 接著呢 煙鍋將上 使人愁 他變成講什麼 他最主要是 相愁 他強調的是 相愁 所以越是看到美好的景色 越會使他思念起不相來 所以這麼轉 反而是非常非常漂亮 那我們再來看看 前面才說 白雲千載 空悠悠 悠悠 你看那音念起來的時候 就好綿長喔 時間空間 有一種無限延長的想像感 然後情川 綠綠 芳草怎麼樣 七七 綠綠 七七 看七七的時候 那個牙齒是咬在一起的 悠悠 綠 綠 七七 哇 看老師的牙齒開始滋牙咧嘴了 記得 誰想過王偉的《衛城》曲 給我聽 《衛城》 《衛城》 這樣子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牠用這個齒音的效果 去呈現出牠那種難於其吃 而捨不得跟你save般的那種感覺 所以同樣的 當牠看到這個地方 儘管是綠綠 放大七七的時候 牠情感已經開始往內縮了 往內縮之後 才又推過去 推到什麼 去放野的時候呢 已經是黃昏時期了 我們前面才看到 相關兩個字 我們才連接到 王之壞的相關兩個字 於是黃昏的時候 當眷鳥都歸巢的時候 人啊 歸巢也很棒 所以牠想到自己的家鄉 日無相關得出是 煙波江上使人仇 讓我呢 仇得不得了 你就會發現 作者在戲的時候 他這樣子一點一點的扣下去 他的效果如何 當然 請讓老師再多一點點的時間 接下來有沒有什麼要跳槽 什麼事情 宴賀阿姨 要轉移位置嗎 要到那邊去真是 好吧 那明天我們有多少同學 要去什麼校慶的晚會 校慶晚會活動 好 要請大家起舉手 那多少 我畫好多耶 1234567891011 有11位 有11位 那我明天的婚程怎麼辦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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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音 阿姨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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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靡白靡,請 好,再來一首律詩,上次我們整個念完的時候 老師告訴大家,它這個地方有一些不合歸類的地方 到底是哪裡? 第一個貼字,現在有零三貼,還有呢? 對,連六的狀況都出現了,對不對? 好,第一個是貼字的問題 好,再來呢? 還有呢? 還有呢? 字不斷不斷地重複 其實律師除了疊字可以出現那兩個字的重複 通常很少說同一個字還重複的 所以這是第二點,還有呢? 好,我們都說律師手連、漢連、緊連和什麼? 墨連,怎麼會有四連? 哪兩連是一定要對賬的? 對,漢連和緊連對不對? 可是我們現在仔細來看,漢連這兩句,大家一起給你遍 來 你覺得它有很工整的對賬嗎? 哪裏沒有? 不復反 它有什麼? 空悠悠對不對? 欸? 也就是這個地方呢? 它好像不太遵守交通規則 可是呢? 這首詩它卻也精彩在 就是因為我不是每一個地方都入閣 入,符合這個閣律 就反而顯現出它的那種自在和瀟灑來 所以老師上次告訴大家說 這首詩它幾乎是用什麼樣的寫法在寫律詩? 用古詩對不對?好,非常好 表示上次大家都很認真地聽了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首詩 你會發現前面的四句 一到四句 一到四句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它拿仙人和凡人的生命形成一種對比 仙人的生命是無限的 而凡人的生命呢? 卻是有限的 在有限和無限的對比當中 於是當崔浩他站上這個黃賀樓的時候 看到平春麗麗,漢陽樹,芳草七七,櫻五周對不對? 就他從樓上往下俯瞰的景色 那麼一看之後才撩拨起他內心的感慨 於是他說了最後的兩句,什麼東西? 日暮相關,何處是燕波江上,使人愁 那麼呢,也許因為生命是有限的 那我一生急急迎迎,追名逐立之後呢? 何處是而不相? 他本來開始想念起自己的故鄉來了 所以可能就要大唱不如什麼? 歸去,不如歸去 就像童韋明所說的 重要心有託,無意愛無盧 對不對? 重要心有託,無意愛無盧 所以從這個地方看到最後 他在錄盤的時候呢,到了五到八句的時候 他說草木,草木應該會凋零的 可是這會兒呢,草木無情 但是呢,卻是七七,無情而凋零 與否?沒有凋零,他是如此的茂盛 那麼相形之下呢,人世 人世的代謝和凋零卻是不可逆的 因為草木春生秋枯對不對? 一年的枯蓉重新再來一次 可是人生一旦代謝凋零之後 是不可能再回頭的 所以這會兒他想起了自己生命的源頭 他想起了自己的家鄉 他會想要回去喔 我想從這首詩呢,你會看到詩人他很內在的 很優偽的那些的心事 到最後就是要回歸到自己的什麼原鄉 那麼在這首詩當中 當然有一個很精彩的 大家一定很期待看到的呢 就是所謂的鸚鵡舟 晴川日曆和陽樹我看見了 芭草七七鸚鵡舟我也看見了 可是哪壺不太平哪壺啊 幹嘛要寫到鸚鵡舟? 這就是我們要尋找 催好心情的重要線索了 來,我們大家一起看這 好,妳看,在三個演藝 第2第3回當中 好,接下來老師要請大家幫我一個忙 右邊的兩排同學 如果說老師,請妳幫我墊 彌痕的部分,妳們就順便為彌痕喔 這樣幫我一套之內的打人出來 左邊兩排的同學,妳們就是 亂是之 尖雄,智勢之 英雄的誰 曹操,墊的時候要有曹操的規格 好不好 把曹操的霸氣給呈現出來這樣一個 來,我們來看看 彌痕那傢伙到底何許人也 為什麼缺號或在詩裡頭 埋下來這樣的密碼 讓我們去尋找他當真正的心情是什麼 到底究竟在什麼樣的心情之上 他想要回到自己的故鄉去 你看,在第二、第三回的時候 曹操派遣的禮恒 結果的禮畢超無命坐 並沒有讓他坐下來 並沒有請他坐下 這是何等輕蔑 不尊重對方嘛 於是禮恒,雅天探約 來,禮恒 天底隨火何無一人也 曹操說 無首有數十人 皆當勢英雄何謂無人 對啊,那天地這麼大 為什麼你身邊沒有一個像樣的傢伙 我道去我旁邊全部都是英雄這樣子 你怎麼會這樣說 彌痕竟然很轉的說 願聞說來聽聽這樣子 於是你瞧 來,我請大家看到 曹操就說了 我手下又怎麼這麼這麼多人 有的心機、誠腐、機智的不得了 有的呢,馬上比不跳 對不對 有的是奇才,有的是武將 你怎麼會說我手下無人 讓我們來看看彌痕怎麼回應曹操 來,彌痕笑約 龍天下雨 思的人物,浮盡世子 徐歴何時,雕喪問及 徐歴何時,堪得首目 晨禹何時,關門戕戶 過佳何時,來自殿腹 商聊何時,幾乎比經 徐何時,朋友放他 黑晋柯是尋狀主招 明典柯是传书宗席 允建柯是魔刀书剑 南宗柯是营走石草 允建柯是腹板珠香 虛化柯是狐狐沙狗 夏侯敦成为万帝将军 曹晓呼为要遣抬手 西云皆是地价范囊酒同肉态儿 好 这一题 你们发现他好骚张喔 对不对 可是你们都没有把他那个骚张的气味 念出来 你们好像在道表什么 宣科这样子 你们都因为把他那种 那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的味道 带出来 好 再大气一点点 所以你瞧 这个地方什么叫做完体将军 打仗的时候他永远可以全身而退 对不对 西斗鱼 平常西冰斗这样子 朋友都死亡了 但是他呢 他却安良不是 所以你说在哪里是英雄啊 曹晓听了之后当然很生气 还骂我其他的东西 衣架犯狼酒同还肉蛋 这是怎么一回事 衣架 穿着衣服晃来晃去 他根本是没有灵魂的这样子 所以曹晓很生气的说什么 有何能 再大气一点 有何能 好 咱们来看看 迷恒 迷恒啦 你给我听 迷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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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叫吴宗夏 上个一世俱为耀身 下个一遍得于空眼 迅速共论 对呀 我是何等人耶 他们那些呢 哎呀 死辣啦 这样子 你看看念起来 就有精神了 那如果你是曹晓怎么办 阿吴爽 对不对 曹晓生气了 好 你说你很厉害 对不对 我就用另外一方法来羞辱你 让你有智男生 就让他去装什么 鼓励你当我的皇家乐队 那打鼓就熟悉好了 让你去打鼓这样子 那么他旁边的章聊就说了 此人愁言不逊 可不可以把杀掉了 曹晓说什么 此人素有须名 远近所闻 他是全天下的 什么 全天下大家都认识的 当红炸子鸡那子 金日杀之天地为我不能容忽 这才是真正的重点 并不是说大家都认识他 所以我杀他不好 而是我若杀了他 人家会觉得我心胸狭窄啦 他其实非常爱面子 他要塑造自己呢 果真是什么 记不记得 我看到曹晓的短歌行 被给我听 曹晓的短歌行第一句是什么 好 我们看到曹晓的短歌行说 玉酒当歌 人生起河 庇如照路 去 凯当一趟 幽思难忘 理解幽 惟友 对嘛 青青子经 悠悠我心 但未君故 成衣之经 就是为了你 所以我一一偶偶到现在 我就是希望呢 有八人大招 把你们今天人才扛来 那我现在把你认识杀了 我现在把你认识杀了 行不行 人家就说 原来你是鸡肠鸟肚 你说的跟做的 是一回事 对不对 所以他说 我可以用我的手杀他 我要来一个切刀 杀的 好 我就把他照去好 这样子 让他来当鼓力就好了 就是打鼓的 结果改天 果真 他开始叶大雁逼刻 大雁逼刻的时候呢 就另鼓力抓鼓 抓 就动动动动动动 对不对 就开始打鼓了这样子 然后呢 就另就说了 其他的前辈呢 就跟这个迷恒说了 在打鼓的时候 一定要换上新的服装 就像你们越移齐队 对不对 是不是要看上你们 那个美美的 五战袍 结果这回呢 迷恒竟然完全不到一回事 他继续真的还继续不客进去 为所有的逼刻 开始打起鼓来了 其实我觉得 打起鼓是很迷人的 我以前的学生 我觉得这样一个人 可以打好多好多的鼓的时候 我觉得这样子还太神了 我以前一打破爵士 会打的手 脚就不会踩 脚会踩 手就不知道如何是好 我真希望自己是八爪章鱼 这样子 我觉得很难 结果呢 他穿着旧衣上去之后 我觉得三国演员好赞哦 你看他的文字形的多漂亮 完全是文学之助哦 他现在有碎起鼓围 围于羊山庄 阴结书庙 好多多多了 圆圆有金石生 好 看到女童 两眼八指 果然是乐队队长 对不对 就像 哇 怎么可以演出成这样子 她的眼睛都亮了 做客厅之后 不慷慨流气 打鼓可以打到 让人家 慷慨流气 这怎么回事 我们看到外国 他们又STOP 拿一些破铜烂铁 对不对 动动动动动动动 可以打成国际知名的音乐 那我们今天不知道 说疲慨到底怎么会打鼓法 竟然让大家慷慨流气 左右喝 因为没想到曹操那些爪牙 竟然赤可大 你怎么没有换新衣服 他完全不听鼓音了 他只着重什么 皮像 这是一个很大一个落差 竟然不是我们的音乐的内涵 而只是看人家穿着什么 这时还是太夸张了 买毒 盘出粉末 倒置 对不对 好 结果呢 好 要换衣服是不是 你看你很多嚣张 大家一起见 当年多久破衣服 我已远离 我的深境路 所有的肩颜面 全奈徐徐走苦 天色不变 对啊 就天体吧 怎么样 天体完了之后呢 我再慢慢穿 慢慢穿 大家都捂着 我再也不故意露个指缝头看一下 我问你 如果你是曹操 会知道你怎么办 睁开眼睛 哎呦 曹操之缝哦 你看 我每次一问的时候 哎 当我们没有反应 我们就知道 我们是不是那个当代的销熟 销熟会有什么样的感应 或者做课会有什么样的感应 来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 超 十月 带出口气来 来 让我当儿之上 何态无力 西居床上海外无力 不乐父母之行 以献清白之敌儿 不愿清白谁为乌卓 不如是咸鱼是眼卓眼 凶一点 不如是是口卓眼 不大中言是耳卓眼 不通不敬是深卓眼 不容诸口是负卓眼 常怀成敌是心卓眼 哇塞 骂得好过瘾 哎他好大的狗蛋嘛 竟然当在大家的面前 这样子骂曹操操 如果你被骂了 你最何在意 当然就很想杀他 可是他那天听说了 可不可以吃疯毒 对不对 就他敢杀他吗 不敢杀他 所以才会像老师刚才说的 要用戒刀杀人之气 对不对 他说了这一堆的时候呢 一看 他说我乃是天下民事 你竟然叫我做小事 好 那么如果今天 你想要成就千秋八叶 君王的八叶的话呢 怎么可以这样子瞧不起人 所以他反将他一句 那么我们再看 当时恐龙坐在旁边 哦那个什么 恐龙让离的恐龙 对不对 恐龙和迷恒 是我们有名的什么之交 蛤 忘年之交 对不对 忘年之交 大家问大家 雨水之交 是指谁 我 擁有谁 就好像鱼儿擁有水 各位 对吧 他很多的球迷他其实蛮有趣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忘年 恐龙坐在旁边 走 很怕他就把迷恒给杀了 这样子 于是呢 他就说 哎呀迷恒呢 最同虚迷 他不过就像个囚犯一样的人 不值得 不值得 这样子 这样啦 就让他走吧 这时候呢 曹操呢 马上值得迷恒就说了 好 我现在派你 派你去哪里 去荆州流表那个地方 引到荆州流表那个地方呢 看他会不会重用你 同时曹操就令命令人的背马三匹 令二人扶翔而去 令命令人不想去啊 我就怎么样 夹着你 撑撑他 哇 大家可以想象 这是何等精彩高明的马术啊 三匹马 然后中间夹着一个人 对不对 如果说还有障碍 还有障碍 还有水沟要跳过去的话 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就这样去 可是曹操绝对不会如此 就上大甘修 连他们属下也是一个迷空初期哦 循运就怎么样 说好 我们在那边准备酒 当迷恒到的时候呢 你们全部不要站起来哦 你记不记得老师说 站起身来 是什么意思 对 所以我们上次上到说 那个洋人的那一则的时候 变国中不语什么 必谈者 没有一个站起来跟他说话 那个站字呢 就代表没有人尊重他 所以老师想说 你们回应老师 如果跟你说话说 他记得怎样 站起身啊 是一种尊重 所以你看 你不要站起来哦 我要用这个动作来羞辱他 结果迷恒到了之后呢 大家呢 坐得直拼挺的 迷恒 放声痛哭 徐徐徐就问他了 来 我们大家请念 徐徐说什么 何为而哭 你为什么哭 迷恒 来 迷恒 行与死就是说 难不成我们都是死人啊 如果我们是死人的话 我告诉你 你骂我们是死人 对不对 你还是骨头的死人啊 人就是这样子 雨不惊人 死不休 我就是一定要引你啊这样 可是这么一说完之后呢 哪里值得让我的刀子呢 被玷污了 迷恒才说 如果我是鼠辈 我告诉你 我还是有人性的鼠辈的 啊你们是什么 你们只能算是宠宠 你看 他怎么会骂人 对 人家骂之外 你是禽兽 禽兽起码还是比较有灵性 你是bug 对不对 你是窩 你是宠宠这样子 这就是以言之间的疾风 像老师说啊 你不只要看三国 你家还要看你的魏晋 南北朝最有名的世说心理 他们中间里面的疾风 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好 我们再看 迷恒终于到了荆州了 到了荆州之后 他拜会刘表 表面上歌功颂德 事实上每一句话 都在戳他 都是在讽刺他这样子 刘表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怎么说 他说 这个迷恒啊 一天到晚羞辱我 可是我必须要安娜 他的左右就问了 就问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杀他 他说什么 他说 迷恒朔辱曹操 草不杀者 恐失人望 他是怕失去什么 慎望 好爱面子喔 这样子 故 另做事与我 所以叫他过来这个地方 这样子 他爱惜面子 我难道就不爱惜面子吗 对不对 所以 上有政策 下有什么 对策 你送给我了 抗手山鱼 我在怎么样 我在转送给别人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点出来了 操不杀者 恐失人望 而且还是遇见我手杀之 使我受害贤之谜 让我也没有贤人之谜 这样 我转送 送给谁 就送给皇祖好了 就送给皇祖之后呢 你看老师那删掉很大一段喔 到最后呢 皇祖竟然就好像迷恒被杀了 那皇祖是个大老粗 人家就问 你为什么要杀迷恒 来请大家看他这个地方了 对约 来请大家帮老师一起念 我 皇祖竟于能力共隐 皆在这里 主问恒曰 君在许多有何人物 恒曰 大而同文句 小而养得主 出此二人别无人物 主约 似我何如 恒曰 如此妙中之神 谁受祭祀何无名言 主阿如月 如意我为主母后人也 谁斩其 恒至此 八不绝合 留表我恒子 你借下来 你借与一无所便 你看 如果以你们现在说的话 这叫做什么 嘴炮对不对 因为嘴炮呢 就把自己的一条小名给葬送了 这是我们现代人的解读 可是如果我们从此 深层一点去看的话呢 他是在遗憾 为什么没有人真正欣赏我呢 欣赏我的恐龙 又不在我的身边 对不对 所以呢 当被送到皇祖这个地方之后 皇祖就想说 你还会坑公送得留表耶 那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就他怎么说 他说什么 他说 你呢 只向庙中的神 遵守祭司恨无灵验这样子 只是个木偶 遵守别人的祭祀 可是拔归的时候 一言都不灵验 也就是 仲开 你看 无重用 皇祖很生气 就把他给怎么了 就把他给杀了 也许 在离恒眼中呢 真正叫做人才的 一个 比较老的是谁 孔容 一个 年轻一点的是谁 杨修还记得我们在高一的时候 学到那个 皇隽 幼父 外孙 姬九 四个字 哪四个字 然后忘记了 绝妙 好词 对不对 高一都不能忘记了 那就是杨修 看看他跟曹操 两个人高来高取 不断的当睡狗 对不对 就到最后一看杨修也被谁杀了 对呀 所以你固然语言看似颇有戚风 可能就说话的时候 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可是最最遗憾的是 我满腹经纶 但是没有原重用过 就是他最大的遗憾 于是到最后只能葬送葬 葬送于什么 鸚无洲 所以今天 那我们回到了这首诗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了 为什么他叫说 秦春丽丽 汉娘树 芳草七七 鸚无洲 我最好也是怎么样 有志男生 也是怀采不遇 当有志男生怀采不遇的时候 才会想干嘛 才会想回家乡去啊 要是当萌炸自己 那个夯得不得了的时候 哪会想要回到家乡 在外面寻求发展都来不及了 对不对 所以从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发现三国演义好好看 还蛮好看 所以我不要只看《红楼梦》喔 英语中的小绿绿 不要只看《红楼梦》 三国演义要看一看 那么也因为呢 最好这首诗写得太好了 来 我们看到 后人呢 就写了一首诗喔 等一下 后人就写了一首诗呢 来针对《红楼梦》的事情 做一个结语喔 来 我们请大家接着 把后面这首诗念一遍 来 你看《非长者愁》 不要念长者啦 长 起码是个leader喔 从这个地方 唯有无情 避水流 人生的浩炭 就随着流水 都是 那么呢 只剩下无限的遗憾喔 我们可以看到这 可是呢 当崔浩写了这首诗 写得这么好 使得后的人 后人就觉得 奇怪了 你这么多地方不符合规则 竟然还成为这么好的一首诗 我后面要更进 实在是很困难 于是呢 后头我们看到李白 李白在看了最好的诗之后呢 他觉得他的诗写得太好了 于是他发出了浩炭 两句话来大起念 终于有一天 他找到一个地方 你那个地方是黄色楼 对不对 我这个地方看到另外一个 是什么东西 凤凰台 同样是动物的 我终于可以写诗了 于是这首诗就有很重的 模仿的痕迹 仿作而能写得好 也很不简单喔 来我们大家一起念 凤凰台上凤凰游 凤去台空将自流 武功花草埋幽静 今代一贯神古秋 三山半落青天外 二水中分白露中 总未浮云能闭日 长安无见时忍愁 好凤凰前面两句呢 你看凤凤凤出现了几次 三次 你知道吗 在处词当中喔 我们可以看到 反正这种吉祥物吉祥鸟 它常常代表的是什么 是忠诚 是邪人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也有一种意味 什么样的意味呢 我就是那个忠诚 我就是那个有才华的人 这样子 所以从这个地方 跟那个黄鹤的神仙故事的意味 是不太相同的 结果呢 现在所有的人臣 所有的贤才不见了 甚至除了贤才之外 贤君呢 它也可以同时影射和象征 所以我以前所看到盛世的贤君 他不禁安在在 他在哪里 所以都不见 用了一个什么字 这个字 空 对不对 空这样子 五公花小白又进 清代一关成普秋 因为凤凰台就在南京 在前的京陵 那我们看到 魏晉六朝的时候 很多都是在那个地方定都 对不对 所以大家看 旧时王谢唐前夜 飞入寻常 对 飞入寻常 对 飞入寻常 百姓家 对不对 那叶子好像都知道 世贵 我大兵 对不对 你看当这个王谢 他的情绪成为过去世了 于是这些叶子 他落入你间 成为落入凡间的另外一种精灵 人事的代谢可想而知 所以这边看到了时代的兴衰 那么灯在台里 往下复看 这句呢 就跟我们最后的第三连 是很接近的 所以三山大露 青天外 二水中分白雾中 可是 情怀到最后有所不同 我们看到说 最后的 皇赫楼诗 皇赫楼最主要是呈现什么样的情感 香愁 思香 那最后他说 总未浮云能必日 我最最烦恼的就是 应该是一轮 什么 应该是我最最烦恼的 就是这个太阳竟然被什么给cover了 被乌云给cover了 长安不见 使人愁 我看不见长安啊 举目见日不见 长安 对不对 那长安 他同时就接待为谁了 对 就接待为君王 就接待为君王 所以 在最后的这一连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里白 他其实呈现的是思香吗 不是 他对国仇更更清楚的 有一种强烈的怀才不遇的感觉 是不是 好 那我们这首诗就跟大家再念一遍 做一个回顾啊 来礼拜 请 凤凰台上凤凰游 凤去太空将四流 无宫花草埋游镜 清淡衣冠水无穷 深山泛落青天外 耳水中分白露中 总会浮云的冰日 长安不见时人愁 那你们觉得黄豆腐好还是凤凰台好 你们的名价 都好 都好 哦 真好 那我现在赶快两首诗 只能选一首诗哦 只能选一首诗 我们来问卷调查一下 你自己在看了这两首诗之后 你觉得最后一首诗略胜一首的请举手 哦 你觉得里白这首诗 后来居上的请举手 哎 差不多一般一般了 这我们可以来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咯 对不对 好 呃 有谁资刚奋勇 好 我们现在还有十分钟的时间 如果今天学测出了这个道题 丢给各位 然后呢 或者说 你觉得这两首诗哪一首比较好 好在哪里 你能不能够分析得出来 好 那我们就让同学可以稍微讨论一下 来 跟旁边和一起讨论 我这一首诗的地方 这个都不一定大 当市的比较好 能够分析的是 分析 看 乖 这再加速一分钟 一个 的 对 感谢观看